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昨天的新增病例有69起 继续维持在双位数 催诊病例累计6071例 昨天再有37人康复出院 另外增加一起死亡病例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关闭三个月多的中国北京故宫 终于在5月1号恢复开放 为了避免人群聚集 当局规定每一天的参观人数只限5000人 而目前5天的门票都已经全部卖完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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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